除了麦哲伦之外 谁还会在这次巴基成为海子王之后 成为风神的人物 斯莫格 海军中将斯莫格 追着两个四皇跑的男人 牛不牛逼 东海片的时候 斯莫格还是比较bug的 作为第一个出场的 自然系的恶魔果实能力者 斯莫格可真是把卢菲 欺负了很长一段时间 巴基自然不用说 在罗格镇上 斯莫格差点抓住了卢菲 被多拉格救了 巴基差点砍了卢菲的头 其实也是被多拉格救了 但是如果没有多拉格的出现 不管是巴基 不管是卢菲 在罗格镇很可能就会被 斯莫格抓住绳之以法 所以说斯莫格就是曾经 追着两个四皇跑的男人 他有可能会在未来 成为继续追着 两个四皇跑的海军 之前哪一期我有说到 我还蛮希望 贝加庞克之四的新发明 能用在斯莫格的身上 这样一来 斯莫格就能通过科学的力量 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可以达到接近大将的级别 尤其是对于斯莫格这种内心非常善良 虽然他的形势好像很阴朗 但斯莫格没问题的 人品也啥 绝对是个好人 斯莫格这样的人才配成为 拥有高职位的海军 斯莫格跟腾虎 两个人也蛮聊得来的 腾虎必须要废除秋海的决心 也是由于斯莫格告诉给他很多事情 斯莫格又帅 而且善良分明 所以我还蛮希望斯莫格在后续加强的 两年之后出场斯莫格确实是 战力太垃圾了 各种被欺负 那如果韦田能通过贝加庞克的这个新发明 让斯莫格有一个史诗级的加强 那他就有可能有希望会在未来再次成为 追着两大四皇陆飞和八级跑的那个海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